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來LiveJournaling 今天想跟大家公布兩個消息 如果你想知道是什麼,就記住看下去 Hi 今天我終於把這一本雜誌拿到手了 這裡,2020畫出手帳生命令 這就是之前有些記者找我做的一個講文 Tadaa 我覺得也挺開心的 看到有人去重視手帳這件事 可能連年初的時候會有人想起這件事 但我希望越來越多人會發現 其實什麼時候都可以開始寫手帳 它也寫得挺好的 而且拍的照片也挺漂亮 不過很搞笑 說給大家聽一個小插曲 它叫我即場去寫一下 我寫了Journaly 誰知道我寫錯了字 然後我後來是有改的 但是它也是用了這張 寫錯了字 算了,寫錯了字 不過我也很開心 我看到原來不只有我一個有做這個訪問 我看到後面有三個人 其實他們也有寫手帳 其實他們也有寫手帳 那後面這三個版都是說手帳 所以 可能這些人很少在一起 但原來他們也有不同的人 努力地用手帳 而這本雜誌也很突破性地把這些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 有點像我之前看的那本書 《吸我看你的手帳吧》這本書 那它也是集合了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他們怎樣去寫他們的手帳 這樣就集合在一起 那所以 我想我應該會把這個訪問的內容 post回到IG那裡 那如果你們是想看的話 可能可以留意一下我IG 這本雜誌也是剛剛才出的 那所以這一個禮拜大家都可以去自己看看 另外還有一件事想公佈的 就是我畫的Stickers終於都出世了 那可以在Line Store賣到 草莓日常 或者在WhatsApp都可以用的 那就是WatSticker 我上載了在這個網站 那就可以隨便下載 隨便分享給別人 這一套的Stickers就是我畫你 很想去表達一些我自己平時 經常都會想傳一些這樣的Sticker給朋友 但是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一個適合的用途 所以就決定去畫一些 表達到我的關心的Stickers 那如果你是覺得這些Stickers都有用的話 那你就下載下來 那另外我也開了一個新的IG帳號 叫做Berryman Hong Kong 那這個帳號就會用草莓這個角色 去講一些小故事 那這個就是我2020年的一個大計 那如果你是對於這些 插馬類的小故事 或者對這個角色有興趣的話 那你就記得去追蹤這個IG 有什麼想跟我說呢 就在下面留言 或者可以follow我本身的IG 跟我聊聊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